台东县政府21号举办了 2022南回艺术季艺术蒙生地的开幕记者会 县长饶庆林表示 南回艺术季已经成为了每年游客必访的台东品牌 台东县政府希望能够结合世界以及在地的地景 打造台东成为大美术馆的一项 展现一万人来一百次真善美的城市魅力 好 启动仪式正式开始 好 我们邀请楼庆林县长为我们提上的第一块拼图 台湘县府21号举行2022南回艺术季的艺术蒙生地 开幕记者会 县长表示希望将台东打造成为一个大美术馆 让来玩的游客会一直想再来 在我上任之后 其实对于艺术下乡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我们知道台东最美的风景除了人之外 还有那大山和大海 那怎么样让所有人不是只有一百万人来台东 而是一万人来一百次 这是一直我希望创造的台东的可能性 让一万人来台东一百次 我们不能每一次都请他只来看山看海 吃蜜檀木和臭豆腐 一定还要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是让这些东西是让可以跟他的生命 或跟他的生活有连结 于是我们想到了 我们希望创用大山大海的地景 来创造大地艺术季 那在这里我们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东海岸大地艺术季 那以及我们非常成功的在飘鸟197 那台东在黄建廷县长时代 也创造了一个南方以南 所以对我来说开放整合创新 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一个想法 于是当我就想到 当全世界都已经在走开放的路线的时候 我们就把台东开放出来 成为一个大美术馆 那因着我们的地形 是这么特别的一个歪的地形 我们有东海岸线靠着 大概太平洋 我们有纵谷是跟着中央山脉 我们有南回 那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所以刚刚策展人所说的就是 当台东都成为一个大美术馆 你怎么可能只来一次呢 你必须要来好几次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艺术作品 而策展人表示这次艺术季的主视觉 用了绝无仅有的台东栏 要给大家看见各式各样 专属于台东的特色 那这次的那个主题呢 我叫做艺术蒙生地 什么意思呢 蒙生地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土地 台东就是一个生命力的土地这样 可以透过艺术来发掘这个生命力 也欢迎来到台东的民众 可以沿着南回公路 安排一场遇见艺术以及大地的旅行 旧陈恩如台东市报道 好